你去哪儿了 透个气能透到半夜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你去哪儿了 透个气能透到半夜 手机果然关机号 消失三四个小时 你到底想干吗 你是不是去见韩子墨的 没有 还说没有 你闻闻你这身上这酒味 你不见他还能见谁啊 我在楼下自个儿喝的 不行啊 四个下就是 不是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 有家不回 你在楼底下喂蚊子 说 你到底去哪儿了 说 你以为我愿意有家不回啊 可这家里她有我的位置 我在这个家里做什么都是错 我这是错 我呼吸都是错 是啊 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你是一家之主 我就是一长公 可是 长公她是有自尊的 她也会有压力 她也需要个人的空间 是不是我就一点自由都没有 完全受你的控制 你就满意了 水都不让喝 是吧 你什么时候不让你喝水啊 起来啦 你昨晚喝了酒 我向我了点粥 这里边加了山药和艺人 对胃好的 你过来喝点吧 我正准备出去面试呢 我会尽快找到工作的 没事 不着急 慢慢找 找个合适的 满意的 快过来 Awesome 衣服 好 洛书啊 阿姨 我给你买了不少东西 你看有没有喜欢的 你 给你过来看看一下 你 洛书啊 不是阿姨不给你面子啊 这些东西啊 阿姨真的不能收 你把它拿回去吧 还有啊 以后别再来了 怎么了阿姨 是不是上次我给您添麻烦了 还是初遥生年气了 对不起阿姨啊 都是我的错 阿姨也有阿姨的难处 你得理解 再说了 上次我看你过来啊 初遥那态度还是挺坚决的 要不然啊 这段时间你就先别来了 阿姨 您误会我了 您先坐 来来来 你也坐着 慢点 我这次来呢 其实就是为了看看您 我爸已经过世了 我妈呢还在国外 所以在杭州啊 只有您一个亲人了 是不是 谁说不是啊 谁说不是呢 您就说我跟你黎叔啊 也早就把你 当做我们自己家孩子了 毕竟是从小看到大的嘛 你对阿姨的这份心意啊 阿姨接受 你对初遥的感情啊 阿姨也看在眼里 其实 我也想找初遥 把这些解释清楚 可她一见我就走 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可不是嘛 你想啊 你一消失就那么长时间 突然间回来了 你得给她一个接受的时间 是不是 也是 可能是我太心急了吧 我听说你们家那官司 到最后怎么着来着 我爸 是被那些唯利失足的商人给害的 我这个事情有点复杂 说来话长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阿姨你放心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要是有事的话 我也不可能坐在这儿 对不对 那倒也是 没事就好 阿姨 我还是想求你帮我一个忙 您帮我劝劝初遥 我想单独跟她见一面 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 给她解释一下 嗯 这 您说不让你来这么早吗 酒都没完头好呢 这样酒都会疼的 这不是为了能早点见到你吗 你是怕韩子墨骚扰我吧 她要是敢来我就搬起我的腿了 蹬蹬 喂 妈 怎么了 初遥啊 那 那什么啊 咱们家那个厨房啊漏水了 做不了饭 你看你今天啊去餐厅 给我打包几个菜回来吃行不行 啊漏水了啊 那我现在回去啊 不用不用 那个 我已经叫了物业了 嗯 你让你弟弟回来就行 对了今天啊 妈从那个电视上啊 看到有一家餐厅啊 她那家那菜做得好像 真的挺好吃的 人都排队排得可长了 哦 好 那等秀完了我们晚上一起去吃吧 正好我弟也在呢 你爸爸今天加班 等他下了班以后 还不知道几点 那你说等他下班了 咱们一去 人餐厅都关门了 谁也吃不上饭了 是不是 你呀 就从餐厅打包回来 咱们一家人啊 在家里吃 好不好 行 那我去打包 你一一一会儿 我把地址发给你啊 嗯 妈说咱们家漏水了 让你回去看看 让我去打包菜 让我去打包菜啊 好吧 走吧 您好 我想打包几个菜 没问题这边请 证明 这是菜单 您需要什么 直接下单就行 您可以在这个包间休息 东西做好了 我们给您送过来 好 谢谢 谢谢 妈 哪儿落了 修好了 这谁给买什么流东西啊 这不嘛 李洛书过来看我了 他怎么又来了 他说 有些事啊 想单独给你姐解释 他们去哪儿了 就是那个 最近电视上老放的 那些什么网红餐厅 你去哪儿啊 我没有点过这些菜啊 是这位先生给您订的 你看 韩子墨啊 你要干什么 我想欠你吃顿饭 你居然少手段 让我妈帮着你骗我 真是煞费心机啊 初遥 我这么做 就是想单独给你吃顿饭 雷乐天 叙叙旧 叙旧 叙旧 我们就不需要叙旧了吧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初遥 你现在敢不敢打电话 告诉你妈妈 你男朋友是谁 你敢说是黎初晨吗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你看这个 是吧 又要我 这 Moo再来 来 好的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牛排 五分手 初遥 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在美国的时候 我根本不去餐厅吃饭 因为我觉得 对面应该做的是你 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才叫吃饭 没想到现在我回来了 对面做的这个人 其实根本不想跟我一起吃 你不用在这阴阳怪气的 对面做的 韩子墨 我们都留给彼此最后一点尊严 不要把过去的美好全部都碾碎 行吗 初遥我是真心的 一直都是 我到现在也一样 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 像以前一样 一起开心地吃饭 聊天 分享彼此 我吃饱了 你自己分享你自己的那一份 你好 先生请问您几位 我看你吗 你胜吗 我胜不胜以后跟你都没有关系了 初遥 初遥 没事吧 老鼠 你别紧张 我就是想请他吃个饭 以后 你腿远点 不是我说你腻 你怎么能这么做 我这不是想帮帮人洛书和初遥吗 我想让他们俩早点和好 那你也得尊重初遥的意思啊 咱们就说那里洛书 最重要的时候一个高就没影了 多长时间啊 来得信了吗 这是个有责任性的男人吗 这种人能靠得住吗 就拿这么点破东西 你就把你完全给收买了是吧 你就这样是不是 我是那种人嘛 我是觉得人家洛书真的是有苦衷 他这次回来也是真的想给这个初遥道歉 咱们家姑娘 也喜欢洛书 他 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降着呢 他万一现在错过了以后后悔怎么办呀 后什么悔呀 后什么悔呀 你是孩子吗 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吗 李杰同志 我一再跟你说我说孩子的事 咱们老人不要干预不要干预呀 你去我 我不是冲你发火啊 咱们得相信初遥啊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他没怎么抓你吧 这事是妈糊涂 妈不应该骗你 妈 我没事 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你妈了 典型的行贿受贿嘛 一个老同志丧失原则利臣 妈 我跟那个洛书不可能再和好了 你以后别把我俩凑到一块儿呢 妈记住了 那我回去睡了 睡吧 去 睡吧 傻笑什么呢 我刚刚跟妈说 我以后不可能跟李洛书复合了 这名字我还真有点说不出口 我才是真的洛书 应该说不出口 老李洋 你说那俩孩子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不会 对 我都说清楚了嘛 那他们俩为什么没说几句话 就直接上去了呀 你说这初遥心里是不是 还觉得委屈啊你说 你帮我上去看看嘛 李洁同志 不会的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了 你帮我去看看 别喝了 好好好 你这个老同志啊 这样静静地坐着就好 来 回来了怎么样呢那俩孩子 没事 聊天呢 没事就行 行了 睡吧 你先睡去吧 喂 我找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尽快 来 成了 可以了 搞定了 下一步就可以进行 稳定性的测试 以及平台审核 然后就可以 排气上线了 那接下来 就看你们来了 商场和商家 我都联系过了 厂家可以保证 我们下单二十天之内 出这个试用品 但是商场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他们要满足 一定的条件 我现在还在谈 投资商这边 也在进一步地聊 有一个问题 现在的数据库 可以暂时满足 目前的基本要求 但如果 产品做进一步地升级 和受众细分的话 可能需要购买新的数据库 宣传这边 如果没有样品和预发补 会很不好推 不管是新的数据库 还是商场这些 重要场所的前期样品铺设 都是一笔大的开销 所以 你真的不考虑 找找善意安吗 对啊 而且 现在单单把股份 转让给他了 怎么说 出现也有人善言一份啊 宣传这边 如果没有样品和预发补 会很不好推 不管是新的数据库 还是商场这些 重要场所的前期样品铺设 都是一笔大的开销 所以 你真的不考虑 找找善意安吗 对啊 而且 现在单单把股份 转让给他了 怎么说 出现也有人善言一份啊 其实你不来找我也会去找你的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我估摸着你出院这么久 你的新产品也应该问世了 我一直在等你联系我 却怎么也等不到动静 我是实在不想麻烦你了 这叫什么添麻烦啊 你这是在给我提供赚钱的机会 你们的东西好 就大大方方地拿出来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那个回头 把你们的资料 发给我一份 如果要是有样品的话 那就更好了 我们资金上有些问题 所以样品还没出呢 你这是没辙了才想到我了 你早就应该想起我了 对了 我记得你们之前的计划是 主打公共区域的覆盖 单个用户 没有硬件设备对吧 是 是这么想的 我最近在收购万和地产 把酒不离食了 我一直觉得 把你们的设备 放在万和地产科技园里 效果应该不错 这是一个双方可以相互介视的 宣传机会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那对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谢谢 谢谢 吴总 新的技术人员 已经解决了大马问题 经过反复确认 已经可以恢复正常了 你先出去吧 起来 这个名字 请不吝点 phenomenal 来 韩总 烂摊子都解决了 谢谢啊 以后啊 学聪明点 别总跟在李洛书后面 简单玩剩下的 这种能出卖队友的人 本来也不能用 我知道了 你的事情我帮你解决了 我让你做的事呢 正在办呢 有其一的配合 肯定能够事半功倍 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就我刚刚所说的这些 我认为控鲁初心科技 一定会给公司带来 超过预期的收入 初心科技 扇总给我们看那些 换糖不换药的项目 什么意思啊 您的意思是 初心科技的肥油是李洛书 前身呢就是我们投了大笔的钱 最后让龙翔直接收购的那个 心意科技 这次怎么又来了呀 每一个项目的孵化 必然会经历挫折 甚至是失败 尤其是对于这种 还是新兴行业的项目 初心科技这次东山再起 他们在项目上 格局和视角都扩大 把客户身体健康的大数据 握在自己的手里头 这样一来 他们就掌握了这类市场上 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信息 收益自然会源源不断 你甭说这虚的 你说收益 收益在哪儿啊 我刚在阐述里已经提过 收购初心科技 可以和万和地产项目之间 形成相互介绍 如果把万和地产的科技 作为初心科技 第一批产品的适用地点 可以表明科技园 在吸纳新兴行业方面的包容 从而给其他 新兴科技从业者 已入驻的信心 有利于科技园 成为国内最先进 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园区 而初心科技的产品 也可以借新兴科技往外推 使新兴科技 成为龙天的一个招牌 这是比一举多得的买卖 据我所知 这个初心科技 有你自己的投资 我们可不可以是做事 你借投资的米 获取公司利益呢 我需要解释 我妹妹是投资人 这点我无法否认 但是我是否看好这个项目 取决于项目的本身 您换个角度想 我妹妹是第一轮投资者 而非初心的初创人员 如果这个项目 毫无赚钱的前景 我可能让她投资吗 您在想 就算在座的各位 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 但是如果被其他人 抢占了先机 我们错失的 可不就只是手里的 这一点投资金额了 看来你的这个项目 是在必得了 我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 我看呢 咱们也别争了 举手表决吧 同意投资的 举手 好 这次相信你 如果失败了 别想要下次 谢谢各位的信任 单总 黎总见 谢谢 你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洛书了没有 还没有 也对 晚上回去 你们有的是时间聊 单总 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为了出新科技 跟股东起这么大的冲突 万一他们真的不高兴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有吗 这帮股东就这样 想让他们掏点钱的事 哪儿那么容易啊 别担心 我以前做过 比这更难通过的案子 开心点 我们刚打了一个胜仗 这个案子还是你去跟啊 这个案子还是你去跟啊 你不担心我假公祭司啊 才不会 我担心你太过于严格 喂 方总 初遥啊 不是说 你们要收购这个 龙小手工的这个 万和股份吗 可今天转来这个 转任合同呢 我一看这 这收购方不是你们龙天哪 什么 那咱见面细聊啊 好好好 这样来 方总 您的意思是 龙小把股份给卖了 对呀 我今儿一借着合同啊 就跟你通了电话 之前呢 你们说这个龙天 要买龙翔那边的股份 别提我多高兴了 我信得过你们俩呀 可这事吧 你们也知道 我既无权干涉 也不用我去谈 所以我就想呢 等你们谈完了 咱们一起吃顿饭 庆祝庆祝 可这结果呢 今天这合同寄来了 我打开一看呢 不是龙天资本哪 我这还琢磨呢 是不是你们龙天 其他的公司 一看你们俩这反应呢 肯定不是 我们一直没有收到消息 还在等着下一轮的谈判 那现在的收购方式是谁 非裔科技 非裔科技 你们知道啊 熟得不能再熟了 当初抄袭洛书他们产品的 就是那个公司 这种吓死烂的活 他们就做得出来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 我说不卖 那也不算数啊 现在事情已经成定局了 方总 以后公司的事情 你一定要留点心 如果你要在工地上忙 你就去派一个信得过的人 帮你看着公司的动向 好 我回去以后呢 就安排人 我觉得这次的收购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吴亚军他之前 从来没有设计过 房地产行业 况且这次收购 也不是一笔小数 他哪儿来那么多的钱 会不会是新的投资啊 这个时候 谁会投资给他们呀 非裔科技前段时间 新产品崩溃 互助社交 派了工程师来 都束手无策 但是突然一夜之间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我觉得吴亚军背后 一定有人在帮他 我一直有个感觉 我觉得这次收购的目标 不是晚和地产 是冲着龙天来的 龙天 我觉得也不对 我觉得他不只是冲着龙天 自从他回来之后 一切事情都变得很反常 整个人也很奇怪 谁啊 韩子墨 韩总 我觉得您真是 清出于来 胜于来 您竟然能想到 用收购龙翔债权的方式 逼着他们不得不用股权来抵扎 这也是你的功劳 要不是你告诉我 用山一安来押价 我都不知道这一茬 再说了 要不是你的帮助 光股权转让这一关 我都过不了 来 这杯敬你 韩总啊 你还真挺厉害的 你看你爸 花了大半辈子心血 所建的公司 居然被你这么给算计了 这不是算计 事实物者为俊杰 就算我不出手的话 也会有其他人出手的 何况啊 我爸呀 早就不在乎龙翔什么的了 可我还是不明白 你要地产公司干什么呢 你不是 一直想让李洛书死吗 那就 先看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 期待 期待 真是期待啊 不着急 日子还长 我会让李初遥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都因为他而付出代价 最后再倒塌 我真是庆幸 当初选择跟您合作 至少我们现在的敌人是一致的 对了 给其在飞翼科技安排一个工作吧 对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当然是没问题 我就是在想 什么样的位置 不会委屈齐小姐 那就做 妄合地产项目负责人吧 到时候股东需要出面的时候 你来出面 怎么样 好的 谢谢 来 为我们的一致 干杯 干杯 谢谢 这个事情 对龙天宁才爱挺大的吧 山沿安说服董事会投资初心 是用外合地产做交换条件的 所以我担心 你们初心的项目也会受到影响 那龙天统一投资初心了 对 忘记告诉你了 下午就决定了 这件事情都怪我 之前就是太自信了 把项目拖了那么久 所以 和你没有关系啊 如果真的按你说的 他们是私下达成协议的话 那咱们再怎么努力 也都是一样的结果 如果他们撤资的话 对你们影响大吗 我和单总再去劝劝那边 董事会吧 不过你最好也做好心理准备 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不过你 情况呢就是这样 这部业主总总是阴魂女赛 哪儿都有他 主要是不能确定 这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这如果要是韩子墨的话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啊 那还不横尸便也血流成河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危言送庭啊 现在的问题是 飞翼拿到万河地产的股份 对我们入住科技园 有多大的影响 游亚军那边倒是不至于决定权 可我们也不能把所有希望 都放在万河身上 商场这边 我会抓紧时间联系的 但是投资的事 农天已经决定给我们投资了 太好了 那这就好办多了 我马上就去做新品发挥的预算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六月之前就可以发布了 厂家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 只要我们能确定订单量 随时可以开 好 那我们加把劲吧 进 单总 查到了 飞翼最近收回了之前龙翔手里的股份 以及郭江峰等人的个人持股 全部归到了乌亚军的名下 之前龙翔的总裁助理齐翼 也去了飞翼 齐翼 之前在龙翔的时候 齐翼就跟过飞翼的项目 而且还有 吴亚军的名下 突然多了很多跨国公司 和联养公司的股份 而且这些公司 全都和一个人有关系 那就是原龙翔董事长 韩耀明的儿子 韩子墨 几乎是韩子墨 在一年内 从海外直接投资的 有一家甚至是全子 真的跟他有关系啊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帮他爸拿回公司 这样做对龙翔 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韩耀明出国以前 转移了几乎可以转走的 所有的资产 所以龙翔不可能是 让韩子墨回来的理由 韩子墨冒着被调查的 风险回来 又紧接着投资了飞翼 和乌亚军联手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因为 你是说跟我有关系啊 你想想 韩耀军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我们这次收购万河地产 谁是负责人 我想韩子墨回来之后 应该先去找过你爸 所以他现在的这些所作所为 应该是想向你证明 他现在到底有多厉害 等你向他示弱回到他的身边 这种想法坚持太可笑了 别说 韩子墨这种背后高小动作的行为 真的有韩耀明的风范 真是龙生龙 凤生凤的 老鼠的儿子会打斗飞 行了 没事就先出去吧 好的 单总 初遥 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但是万一 我是说万一 如果韩子墨的目标真的是你 那么初心 甚至是龙天以后的形势都不会太好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他们要打 我们绝对不能示弱 让产品入珠万和地产 我们能想到 韩子墨和乌亚军一定也能想到 这时候拉拢别人的支持 尤其是方圆的支持很关键 这是初心铺线下产品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绝对不能输 我们想去 nogle家 我们 12 小段 怎样做 我们会让 pastel 我们应该使用 好 肯定我们全不正都是 这个емся划 不满梦好 让你们看我 你跟我说那事啊 我觉得可行 那正好呢按照工期算呢 科技员还有二十天 也就完工了 我们现在呢 正在准备入住 第一批这个公司 干脆跟我去现场看看吧 你你你就到那看看 是不是跟你们 说的那个一样 方总 我想您误会了 我不是想让公司 入住科技员 而是想让科技员的 公共区域 投入我们初心的 第一批产品 这是产品声明 您看 是这样 好 体测机 看着还不错嘛 有样品吗 样品还没有 但是我没有视频 你要不要看 不不不不 这我也不看了 这样吧 如果你们真心想进入的话 等你们的样品出来 拿到公司啊 给我董事们看看 展示一下 我呢再帮你们争取争取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飞翼科技是出现的竞争对手 所以如果入住的话 我担心飞翼科技这边 怕什么呀 万和又不是他飞翼严堂 是不是 这个公平竞争嘛 谁的产品好 我自然用谁的呀 那我就先谢谢方总了 咱们就别那么客气了 我相信你们二位呀 这样 等你的样品出来之后 跟我说一声 我来安排时间 行 红方 黑方 皇家礼炮 还是不变 知华市多进两项 冰唇加市博多进四项 巴黎春天多进两项 好 瑞尔多进六项 好的 有什么事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就先回去了 好嘞 你放心 走了 秦总再见 咱秦总绝了 没见过哪个酒吧老板 上班朝九万五 每天赶着晚高峰下班 那天你没在 小林姐都当着秦老板的面 跟韩老板说 不把她经营就拔了 那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别人家的事 咱们就少掺和 乔摩生的干活吧 少掺和 别管了 别管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我给你做了鲜虾面 找多少吃了 快尝尝 吃过了 吃过了 你今天怎么样 工作找到了吗 没事 不着急 你慢慢找 现在工作确实也不太好找 虽然说都闲了这么久了 也不挤着这一只干活 对吧 等会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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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两分钟就招了 真的 妈 妈 你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厉害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这样吧 那再不过 明天我们去吃日料 我给你庆祝庆祝 怎么样 改天吧 你看 我现在刚找的工作 这几天啊 都得忙 也是 好好工作 改天吃 对对对 这样 我 我先洗个澡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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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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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費 大公元 小公囊 有大公園 在白身中 有很多 喂 秦哥 洪荒张哥那边没有 谈问等两天行不行 或者咱换一家进货 喂 喂 秦哥 能听见吗 喂 早啊 秦哥早 秦哥早 秦哥 昨晚上给你打电话 怎么没事啊 没接电话呀 秦哥 可能是我顺手按着的 怎么了 张哥那边没货了 周二才有 问了很多人 都比张哥叫着贵 问你怎么办 那这样 我先给你个电话 你问问他价格 如果价格不太离谱的话 你就先在他那儿尽量一下 好 秦啊 林云姐 林云姐怎么来了 不知道我 老婆 老婆 你怎么来了 这句话 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不是跟我说 你上班去吗 怎么的 在这儿上班啊 不是 老婆 我 是这样 我呀 我没打算你啊 你继续说 你解释啊 你看这么多人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说好 怎么呢 没得解释了是吧 那个聘用合同 是韩子墨给你搞来的吧 怎么呢 我傻 觉得我好骗 对吧 为了是个破酒吧 你跟韩子墨两个狼狈为奸 理论为何 你至于吗 你就那么喜欢 在他屁股后边转 我没有想骗你 我跟韩子墨 韩子墨就是一个背心戏的骗子 你跟他俩没几天 对 别的没学会 骗人的招手套全学会了 接下来呢 怎么呢 你也要学他玩消失对吧 我没有想骗你 如果不是你不同意的话 我也不用跟做贼似的 你以前说我没有理想 没有追求 好啊 现在我觉得开酒吧挺好的 你又不让 你要开酒吧可以啊 那你能不能不要 跟韩子墨一块开 我们可以自己攒钱自己开啊 那钱呢 我没有啊 你有吗 说到底 你就要因为钱 所以骗我呗 你看 韩子墨是什么人 你不是不清楚 他把黎初遥害得有多惨 你不是没有看到 可是他没有害咱们呀 你能不能长大点 你还玩小学生站队过家家呢 不对 你可能是真的没长大 一个自认为是公主 是女王的人 又怎么可能长得大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让你承受一点 你现在对黎初遥掏心掏肺的 她指不定怎么想 人家未必领你的钱 再说了 那个时候 觉得黎初遥嫁韩子墨嫁得好的 难道不是你吗 大小姐 你一面爱钱 一面还要装清高 你累不累啊 你现在吃的穿的用的 哪个是天上掉下来的 没有钱你能干什么 你说得对 看什么看 干活去 你怎么会变成了 你这单 слож的 我怎么评论 我怎么会变成了 你怎么会变成了 我们不能变成了 我怎么变成了 你你怎么变成了 我变成了 秦云跟他在没几天 整个人都变了 我就说这酒吧不能常待吧 全是漂亮的小姑娘 人有鱼龙混杂的 根本就不是长久的事 我看秦云还挺适合做这个的 而且他又愿意琢磨客人喜欢什么 你不是嫌他赚得少吗 在酒吧赚得不比公司赚得多 你怎么帮他说话呀 我不是帮他 我是在帮你 他是你的老公 你应该看到他的优点 才会嫁给他的吧 是 我之前是觉得他挺好的 突然有时候认面了点 但是人很善良 脾气也很好 肯定不会欺负我 这次他居然骗我 我都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他不要和韩子墨在一起 他骗不停 韩子墨把你害得多惨 他自己没有看到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维护我 谢谢你 但是秦云也有选择 跟谁做朋友的权利啊 就算我跟韩子墨变成这样 也不影响他跟秦云的关系啊 可是这件事还看不出来 韩子墨的人品吗 而且最让我失望的是 秦云他不只是因为钱 他是真的觉得 韩子墨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竟然觉得韩子墨可怜 你怎么回来 等他回来 你们再好好谈谈吧 都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过不去的 你放心 等他回来以后 我肯定不跟他吵 和他好好商量 他要是实在想弄这个酒吧 我也拦不住 对吧 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千万别着急 知道了 有什么事吗 谁能管理一下 你帮你把自己去的交易 你不想跟他回来 你不想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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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我 你不想看我 你不想看我 你也早点 分享 我听说 Read you 问大家 广告 完了 算了 怎么回事 来 数据完全一致 咱成功了 这话说 你打算这次 又用我们家谁的名字来认识 产品去哪儿 初遥 就叫乐活吧 简单一点 不是 那你这也太简单了吧 而且像暗恋我似的 有个乐字就是暗恋你啊 滚 我觉得这名字可以啊 简单易懂朗朗上头 是不错 不过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啊 这吴亚军现在是万和的股东了 照理说明天的介绍会 他应该也会到 万一他又憋着坏水 再怎么办 所以说 明天咱们只和他们 介绍一下概念 让他们连抄袭的机会都没有 那咱也得盯紧点 现在的情况是他知道咱要干什么 咱完全不知道他打算干什么 司翊 材料准备准备了 准备好了 那明天你和我去吧 来 请坐 来 坐 今天很难得啊 各位呢都到齐了啊 主要说两件事 一呢是咱们这个科技员 已经进入招募第一批公司的阶段了 关于入住的标准 还有这个前期的重点 还是需要跟各位商量商量啊 二呢 还是跟这个科技员的项目有关 我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出兴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李洛书 这位是他们的财务总监牛思义 大家欢迎 他们呢 推出了一款新的产品 叫这个乐活 是关于健康监测的 我觉得挺好 跟我们这个科技员的理念 特别地吻合 所以呢 今天特别请来了李洛书 给大家介绍介绍 也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李洛书 把你们的新产品 给介绍介绍吧 好 大家看看 这就是我们最新的产品乐活 只要通过它进行扫描 用户身体的各项健康数据 就会第一时间 传送到各位的手机上 让我们的APP呢 就会对其进行分析 制定出最适合的健身计划 这些就是我们大概 对这个产品的一个概念啊 我们又在这儿 为了庆祝咱们首战告急啊 开始 我 我 总是为了为了 做事就不能没个目的 四季 你什么时候变成港金了呀 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不能 今天旺和那些董事 是不是看咱们产品介绍都傻眼了 是不是跟人看特幻大片似的 有点 你没看齐一那个 又羡慕又想装作不在乎的样子 就算给他们十年 他们也未必能做出咱们公司的产品 不要跟你焦慌吗 他们有低调的样子 你看你骄傲的样子 如果能在我们入住之前 先发布我们的产品 那听我们的产品宣传效果可就更好了 当初心意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科技展会来发布产品 不过现在离科技展会的时间还很长 不如 我们来一次更实惠地发布 那这可是下了一段大气 我们可以先在万和安装几台样品 让他们公司的员工在上下班的路上 就能够顺便体验到了 这样岂不是更好 下个月月初之前 是咱们最适合的时机吗 对 一定要抢在飞翼之前 韩总 请坐 你今天过来找我什么事啊 看完初心去万合作的产品介绍 我有一个想法 该不又搞潮心了 我还没有傻到来回来去的挑衅一个坑里 我们吴总的意思是 非易自己研发与初心同类型产品 但要针对初心的劣势 比如我们要降低成本 简化检测内容 初心的产品走的是高端精准路线 所以成本会很高 但投资方们对于这样一款 在市场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产品来说 还是会抱有顾虑 应该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进行高额投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价格比较低的优势 就会得到重视 这关键的问题是 李洛书这伙人太过理想主义 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过盈利模式 以他们现在的成本和背后善意安 能给他们带来的投资 必然的走向就是 付费检测 那你推行免费 盈利模式是什么呀 广告 一旦用户达到一定的标准 那么我们会把相应的减肥 素身 还有保健产品 都达成合作 听起来还不错 那你能确保 在他们之前做出产品吗 没问题 我做产品做了这么久 基础还是有的 到时候他们会打造一个全新的产品 而我们会在原产品的基础上 改版升级 把已有的用户都引流过来 行 那你抓紧时间吧 韩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万和地产这边 你为什么要让齐 不得太反对呢 吴总 你知道 人在什么情况下摔得最惨吗 爸 赶紧吃一口 我不吃了 我上班去了 初遥 爸呀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怎么了爸 神神秘秘的 你跟洛书这么早出晚归的 爸有点担心了 别太玩命了 放心吧 现在是洛书创业的重要时期 我就是帮他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洛书对你的情感 爸心里清楚 他是想在你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 好 你们俩互相帮衬着 爸你也放心了 好好得罗叔 那是个值得爱的好孩子 放心吧 我很珍惜我们两个这份情感的 带上无论事 不要了 我先走了 好 先别告诉你妈 我知道 走来 我去吧 你带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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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上去的